这个老太太是上周日第一次听到我的演讲 她非常感动 可能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一个中国人 站在这里来告诉美国人 美国人的养老金被偷到了 而且是跟CCP去勾兑 我们在这里唤醒美国 我们在这里维护美国人的合法权益 这位老太太 她说她不住在这里 但是她就专程过来支持我们 所以我也跟她更多详细的去介绍了 这个邪恶的律师是如何出卖美国养老金的 她就问我说 那这么多天了 90多天 为什么没有这种大的媒体来报道 我就说是啊 真正的这么多的 在纽约曼哈顿这么中心的地方 你作为媒体 你应该去找一些热点 找一些焦点 我们站在这里已经90多天了 为什么没有所谓的大媒体来报道 我就说很多时候可能就被CCP蓝金黄 我CCP给钱给了这些媒体 媒体需要广告费等等 收了钱之后就只能说CCP的好 不能说CCP的不好 然后到后面我再跟他们介绍 你看到我们这个蓝色的旗帜 我跟她讲我们是新中国联邦人 是2020年6月4号成立的 她说6月4号是她的生日 这个老太太马上就说 您知道吗 1989年天安门事件 我说是啊 六四我们为什么选6月4号 就是要让大家记住 1989年6月4号的时候 有一群善良的正义的中国学生 为了中国人的民主自由而上街去抗议 结果呢 CCP在6月4号这个时候用军队 用坦克杀害了这么多中国无辜的学生 他问我说 他看到当时的媒体说 只报道只是死了一个人 我就说 我说是不是您看到的就是那个坦克 对着那个学生 他说是 他就只看到那一幕 我说不是的 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经历过 8964的这种和平开业的 自发的我们的战友 他们知道六四的产案 是到底死了多少人 所以你想 作为一个美国的老太太 她的生日是六四 她永远记得89天安门事件 但是她当时印象中 只死了一个人 你就想说当时 CCP已经在渗透美国的媒体了 这些人 两个人 我看了 那是什么事 这些人 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